众所矚目的欧席会 已经在南加州的 安纳伯格庄园登场了 至于欧席会将会谈论什么议题 我们请记者吴中国来告诉我们 是的 主播 欧席会登场之后 大家所关心的就是 欧巴马跟习近平 来博感情交朋友之外 他们会讨论到什么样的议题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北韩的问题 我们知道北韩头子金正恩 确实成为中美两国 以及世界各国相当头痛的一号人物了 那对于中方可以讲说 在这次欧席会上面 北韩问题上面 我们相信中方可能会占有一个 我有相当的一个好的一个筹码 至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就是美国国内最近 非常反感的中国的 骸客攻击的事件 我们知道欧巴马方面 已经承受了相当大来自企业界 来自国安方面相当大的压力 所以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讨论到网络攻击 那我们想的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欧巴马可能不会扮演黑脸的教授 而就是他的国安团队提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定要要求中方能够克制 能够来做有所改善这方面 至于其他话题当然包括台湾话 台湾的问题 南海的纷争 以及这个人权 还有中美的经贸 所以相当广泛 但是大家可能不要抱得期望太高 可能不会有特别特别重要的突破 大家可能只是从求同存异 大家互相往以后 新型大国的关系 建立一个好的基础 那我们东升新闻会持续地关注 欧习会在这里最新的发展 请观众朋友锁定 那我们现在就把现场 还给棚内的主播 请观众朋友